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圆谈股市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san 753今天的表现 它今天是下跌 因为被这个哈达的业绩影响 所以它的这个支撑点已经跌破了 现在1块7毛3 然后它接下来的支撑点在这里 1块6 1.625 就是又回去那时候12月中的时候的价钱 所以等它下回来 这边可以玩一个Swing 所以你看它之前拉上去 拉下来又拉上去又拉上来 所以就一直在 就是用Swing来赚钱会比较 就比较稳了 就是因为现在ASP还没有 还没有跌到底嘛 所以也不知道它会跌到几次 所以如果是年中的话 就是到过后才可以真正知道 这些公司长期可以赚到钱 所以现在就是以图来讲 它现在这边又有一个Signal出来了 所以是继续受压的感觉 看它会下回来这边 我们看一下这个Supermax Supermax的话呢 因为可能也是跌到很低了啦 所以今天它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之前已经跌跌跌跌下来 52个礼拜星低在一块一毛半 所以它的支撑点在之前的这个支撑点 一块两毛四也是跌破了 看它会不会下回来这边 又触碰到这个52个礼拜星低 如果真的是跌来这里的话 就从这边Sign放一个止损点 这个的Risk Reward Ratio还不错 看它会不会拉回上去 然后我们看 这个Hata今天 Hata的话呢 它就是直接往下插水啦 今天就是昨天出来跌了一轮 然后原本是被这个100天的平均线挡着的嘛 然后现在又拉下来了 现在就是跌破了这个支撑点 5块5毛半 然后第二个支撑点5块2毛三 现在就是又要回来这个 52个礼拜星低的4块9毛半这里 所以这边也是一个机会啦 可以这边买入 然后放一个 这个止损点在这边 然后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Top Growth Top Growth的话呢 今天也是下跌 所以它就是 也是跟着其他的一起下 一起往下滑啦 现在就是来到这边 可是它没有被这个 没有跌破这个支撑点 在2块1毛半 看样子好像被这里顶着这样子啦 然后跌破了就拉回上去 然后 啊 它下一个支撑点是2块2块0二 感觉上Top Growth好像会被拉上去了 因为这边有 Signal出来啦 就是Uptrend Signal啦 不知道这个跟它 香港上市的这一个 有关系 可能IB也要把它拉上去哦 因为可以可以再卖更多的这个股份啦 所以如果它的玩法你要做的话 你进的话也是可以放一个止损点啦 看它会不会拉上去 所以这边有一个14%的这个增长 OK 我们今天的四大天王的手套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来订阅点赞跟转发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